Li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我們來看薩爾特人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T90的黃金聯賽 那我們先稍微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的話是外圍有這個魚群 所以通常第一個伐木場 可以開在這個外側的部分 可以盡早的挖穿這個牧區 然後就可以到外面灑下自己的魚網 還有這個碼頭開始進行捕魚 那中間這個地帶也很適合下個碼頭 可以抵擋住戰船過來的空間 算是一個建築物學 所以這樣地圖有很多細節可以眉眉嘎嘎的 去做一個練習 那這樣地圖中間也是蠻特別的 這邊有一個大量的實況區跟黃金區 那玩家們也可以選擇在這邊 開動承認中心或是伐木場 直接挖穿後面的木區 可以挖到裡面的黃金 挖穿之後也可以在這邊 再直接挖出來 就可以直接通往裡面 偷偷從上面進攻下方的 挖地的金礦處的城堡或是單位 所以這張地圖 空圖來說也是蠻重要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文明的部分 這邊Minchester 是選擇了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伐木速度 是遊戲裡面速度最快的文明 所以他經濟來說 一開始就會比其他文明還要來得更好 而且賽爾特人 他還有步兵移動速度最快的加成 而且工程器製造所的單位的血量 點下金冠之後也是特別多 攻擊速度也有這個天生25%的攻速加成 所以在投石側的戶頭的情況下 賽爾特人是不太會投輸對方的 賽爾特人後期主打還是比較偏向於步兵配上工程器為主 那遊俠的部分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不太建議 因為他沒有三級馬凱也沒有品種 那公兵性就不用說了 沒有強弩也沒有三級射三級防 所以賽爾特人打起來是比較弱一點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日本人 日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魔防 還有伐木場還有這個採礦營地 都是半價的 他可以利用這個能力前期省下大量的木場 早點去開下自己的兵工廠 或是蓋下自己的碼頭 去做一個早期暴金機的動作 那這個能力呢 讓他在一些特殊地圖時候 例如很多陸群散落在地圖上的時候 可以一直瘋狂去插自己的模仿 去換取更多肉量 這是一個蠻划算的一個選擇 那日本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強弩還有這個步兵 這個日本武士的攻擊速度呢 也是步兵裡面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那日本人的後期有強弩也有步兵可以打 還有這個大型劍塔 這個俗稱塔弓 也是非常適合日本的 那日本的馬呢 雖然看起來很廢喔 沒有三級馬鎧 但其實 偶爾也是可以拿他的重裝騎士喔 跟輕騎兵拿來用的 輕騎兵是比較常見啦 這個騎士部分就比較少見一點 但是以團戰來說 如果你是阿拉伯那家 隨機到了日本人 還是可以考慮出一下騎士來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進展 先稍微加速一下 那地圖方面呢 因為是比賽地圖的關係喔 所以兩邊其實是沒什麼太大差異的 那這邊日本人很聰明喔 拉了兩隻到裡面 直接讓裡面兩隻村民先挖穿這一塊 牧區 那待會就可以直接考慮喔 在這邊下一個碼頭 或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這邊就可以撈這個魚群 這邊走到左邊 有看到嗎 哎呦 但是他沒看到這邊還有一個海濱魚群 視野不夠的關係 如果他有看到的話 應該會再往左邊蓋一點點 那這個村民就可以撈了 這個距離我記得村民是撈不到的 所以他只能遠地返回繼續伐木 不然就是到下方這邊再開一個碼頭 為什麼要再開一個碼頭 最主要是因為可以讓這個魚船 可以有其他地方放魚肉 不然你只有一個碼頭的話 你的魚肉就是要從這邊捕魚 然後再返回來 會非常遠的距離 那看到賽爾特人這邊也是挖穿喔 把這個碼頭蓋在旁邊的位置 那邊都蓋一個超近的 中間池樓突然打起架來 誰輸誰贏呢 兩邊都是鬧風電時代突然變加二攻 這裡補下了一個採礦地 這裡挖穿木區 後面早就已經補下一個碼頭 這也是雙碼頭 出魚船 那由於一開始可以用這個建築學 擋住對方進攻的關係 所以魚船會出一些些喔 大概出到十艘左右 然後等到對方真的要進攻的時候 再慢慢轉出自己的戰船 也是可以的 通常都是城堡時代才會開打 風電時代都是專心捕魚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 日本人來說是有優勢的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右下角 日本的工作效率是80% 那薩爾特人這邊只有75% 這工作效率日本的捕魚喔 就是快速 兩邊齒樓都在狹打小鬧 上方稍微圍了一下 那日本這邊是超級小耶 開始要從後面開始發展出去 他可能是沒有想要 這麼想要空住外面這些資源點 反正是想要到後面發展 然後再從上面進攻下去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那一招 但是這邊薩爾特人也是有到後面發展 這邊怎麼過來的 他從這個墓區繞過來的 上方墓區繞進來這裡 這裡補下一個兵工場 準備要來升到城堡時代 那這邊選擇了大爆挖石頭 可能是想要來前壓堡 那前壓堡沒有單位的話會有點危險 看要不要再補下一個軍營 還有射箭場 去做一個出弓兵的動作 才可以防守自己的村民 蓋城堡的安危 這裡補下了一擊挖石 這個石頭挖的速度特別快 八個人開挖 這個要搞什麼戰術呢 哇 點下了一擊的步兵鎧甲 難道是要日本武士Rush嗎 這個有料喔 這個比賽中 很少看到直上日武的 好 這邊戰艦過來 第一時間再攻擊碼頭了 但自己碼頭有點卡位 如果真的要過去的話 待會還要把自己的碼頭給delete掉 好 正面來看一下這一波對塔 這波對塔對得很漂亮 兩根箭塔想要阻止日本這邊蓋箭塔 這根城堡喔 有點難蓋起來的感覺 哇 蓋好了一棟 第二棟也要蓋起來 趕快收村去射村民 日本這邊拉的村民只有11村 要蓋起來好像有點困難 要不要拉更多村民 全村ALL IN 他這個不蓋起來真的會很虧 所以他一定要這樣做 對方還有兩隻槍兵 哇 這個就是我說的 沒有任何的工兵來防守 就很容易到這種事情 城堡終於蓋起來了 後面村民也可以走了 收村之後 開始產出日本武士 日武出來 對賽爾特人來說 是一個很難受的一個 情況 因為賽爾特人的步兵 雖然移動速度很快 但是他的鬆爛武士是寶兵單位 日本武士打對方的 薩爾特鬆爛武士 是有額外傷害加成的 所以正面硬打的話 如果賽爾特人引出寶兵的話 是打不太贏的 所以賽爾特人這邊一定要被迫 轉出工兵 或者是工程器單位 例如奴兵 這個奴炮 上面的碼頭都拆掉 終於殺過來 但是日本這裡早有準備 三艘火戰船已經等著了 四艘 但是對方是戰艦的關係 有這個射程優勢可以拉打 所以日本可能要想一下辦法 看有什麼辦法 可以守住這片海域 畢竟損失了這片魚群 他大胃可能會斷肉 雖然這個肉已經快吃完了 鮭魚群也是 稍微秀一下殘血的戰艦 這邊要轉出奴炮戰船 把殘血的戰艦拉回來 開始修理 但只剩下一艘 沒有收掉 有點可惜 日本武士已經開始在砍牆壁 攻擊速度很快 哇這個木屈慘被挖穿 爽爽爽爽 雖然砍很快 但是攻擊力沒升的關係 還是有點不夠快 這裡再補一個碼頭 再一次想要卡位 繼續屯一下戰艦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轉一些奴炮戰船 一直用火戰船會打得有點痛苦 但奴敵方面 賽特人直接上大石牆 反應相當迅速 攻擊力出來 攻擊力出來就可以稍微擋下日本武士了 好 那日本人在後方開下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3TC開農 賽特人這邊因為要打海戰的關係 木頭星帶有一點缺乏 所以3TC還沒有開下 村民宿稍微一點落後 誒 這邊居然砍進去了 哇 日本這邊直接殺了進去 賽特人這裡沒有注意到 讓日本人 的日本武士直接砍得進來 彈一刀 哇 三刀一隻小弓 但小弓傷還是有點高 畢竟工兵本來就是屌打步兵的 步兵要撤退 日本武士沒有繼續出 上方的碼頭 可能會被打掉 這裡的漁船大會有撒漁王嗎 還是要棄海呢 我是覺得棄海對日本來說有點太傷了 畢竟這個捕魚加成加成的非常多 如果能把這個海域拿下來 再繼續撒漁王 我覺得都不會讓日本人的經濟太差 甚至會更好 好 那看起來他有點想要吃一盒 有開始在撒農田 好 那賽特人這裡補下了二級木 稍微要讓自己的經濟再更好一點點 好 戰艦過來囉 目前是賽特人49村對上日本人60村 一艘自爆船 沒有空 直接被炸掉 魚船 再吃最後的海冰魚群了 戰艦要上了吧 好 稍微拉扯一下 把殘血繞到旁邊 日本武士開始往前 配上投資車 好這邊炸了一波 哇這個火戰船很硬A 而且還拉了一些魚船當肉盾 讓這個火戰船有輸出的空間 當然火戰船看來是不敵奴炮戰船 奴炮戰船的集火傷害還是太高了 好 日本人就算連把魚補完了 大家看起來是要棄海了 好賽特人在後方補下了一棟城鎮中心 經濟開始要慢慢轉出來 好這邊奴兵繼續升級 升上去了 他的弓兵在哪呢 我怎麼沒有看到他的弓兵 阿賽特人的弓兵怎麼都不見了 是被投石車一發投死了 在城鎮中心裡面 奇怪怎麼地圖上也沒看到屍體 居然全部都放在裡面了 哇 砸了一發 中了 好這一發再往後拉 日本武士在後面砍騎士 投石車再繼續打 血量快被修回來 哇靠這一波操作修得很漂亮 投石車沒有被解掉 日本人拉了三隻村民過來修 投石車是正確的選擇 好但是日本人這邊的經濟越來越好 第四個城鎮中心給補下 在特人這邊打贏海戰之後 開始補下自己的刺王技術 開始要來灑下大魚網 開始吃魚了 再用經濟來說 賽爾特人肉量可能會稍微領先 但聰明書來說 賽爾特人是非常落後的 城鎮中心數量也是不比日本人這邊多的 被迫轉出奴兵的賽爾特人 後期也很難打 日本武士 只能轉出劍兵武士來打 會更適合一點吧 這邊投石車再過來 炸了一發 哇 打到十強 沒有點到頭車 自己的頭子車反而殘血 回頭打一發 沒打到 中了 預判得很漂亮 要往上炸嗎 先炸對方的工程器單位 再炸一發 沒有換掉 但日本武士上前補刀 買一刀拿下 兩邊投車交換還算可以 但日本人這邊稍微虧了一點 而且現在已經失去魚的經濟關係 所以一定要多灑一點農田 才可以維持自己的 3TC、4TC的運轉 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繼續打 左邊再補動一下城堡 開始要來築城戰法 蓋一下更多的城堡 好 三件已經把 外圍的碼頭也解決掉了 好 那薩爾特人這邊想要來看一下 有沒有在裡面偷偷挖金 頭子車過來一台 傻一發 傻到 剩下九隻 再一發 再一發 歪掉 OK 這個 控兵還是控的不錯 日本武士稍微出了一點 但聰明數越來越多了 98村對上79村 聰明快要領先20村 日本這時候點下了帝王時代 賽特人這裡補下了手推車 經濟還是有在顧 唉唷 帝王時代只差了20秒而已 哇 一級挖金一級挖石 還有這個 耕種技術一級農 都慢慢補上 這個經濟科技都已經補下了 這樣待會地王時代 就可以專心打架 就不用再擔心經濟上的問題 還要待會打一打去補經濟科技 很麻煩 二級農也補了 OK 不愧是Minchester 這個職業選手 觀念非常的好 日本人這邊補下一級一射 是要轉戰矛嗎 我覺得沒必要吧 轉戰矛只會被對方賽特人的頭子車給投爆 這可能只是要增加城堡的箭矢距離 還有傷害 還有這個待會打這個大型箭塔 也會有效果 日本人這邊稍微用防止 想要把中間這塊石頭區域給維好 結果賽特人在上面開始挖伐木 想要挖穿這塊區域 然後偷偷下去控這塊金跟石頭 日本武士稍微追逐一下 日本人這邊點下了三級 步兵鎧降 巨型頭司機架了起來 直接開拆 哇 這個開拆有點猛 四級 瞬間爆炸 賽特人這邊補下了中頭的升級 中型頭司車準備升機好 步兵戰來說 頭司車也是一個蠻強力的單位 所以升中頭我覺得合情合理 而且這邊有在升步兵喔 雙手劍兵已經升好 待會見面武士再補下 就可以稍微跟日本武士對打 日本武士在後方 巨型頭司機要退一下 因為前方有中型頭司機 在護士丹丹 哇 這一波砸下去有點痛 日本這邊開始升級箭塔 防空箭塔已經升級好 大型箭塔還沒有 哇 中了 四台投石車再繼續往前 直接硬砸巨頭 巨頭被收掉一台 日本武士現在不敢冒然前進 覺得有點危險 這邊為自己開路一下 往左邊開路了一條路 可能是怕說這邊殺上來 待會會有點危險 先上去防守 這邊開路開的蠻快的 日本人在裡面直接插了一堆防空箭塔 開始要來 圈地 巨型頭司機應該可以開始往前推進了 賽特人終於補下了劍兵勇士 日本武士兵分兩路 頭車砸一發 哇 丟幾槍 再一槍 搞定 日本武士瞬間倒光 這就是頭死車打步兵很好用的原因 瞬間砸爛 那以工程器來說 賽特人這邊是有優勢 但以單純步兵戰來說 日本人這裡有攻速加成的關係 正面硬打可能會有點難打的 贏日本武士 但還好現在日本武士還沒升級完三攻 被砍還是有點痛 基本的劍兵勇士有13攻 日本武士精銳只有12攻的樣子 傷害也是差了一攻 印象中刺 對 12加1 這邊再繼續對砍 那起來劍兵勇士還有個好處 還有攻擊 肉量消耗比較少一點 日本人就沒有這個福利了 這邊再繼續引操 日本武士拔刀 二刀流 哦 來自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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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日本武士砍爆了大量的 莎里特人 剑兵勇士 果然隊砍 沒有辦法砍得贏日本武士嗎 攻速加成太狠 然後左邊這邊又在嘗試 上高地突圍 這邊高地能夠拿下投資車嗎 然後這名投資車再雜了一發 下方日本武士直接被砸爛 哇 薩爾特人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家裡的農田已經被砍爆 日本武士一直在拿刀在亂捅 怎麼辦呢 農田被控 現在農田量不太穩 這時候日本補下大型劍塔 攻擊力8加4 攻擊力已經升滿 待會 再打一發 再一發 碰到之前都倒光 中頭威武 但是雙方城堡也快要守不住 現在薩爾特人且打且退 村民數只有94村 村民落後約大塊50村 村民經濟有點慘 日本武士又再次遇到了劍兵武士 但劍兵武士遇到日本人的大型劍塔 又只能撤退 所以薩爾特人這邊很難受 雖然現在有中頭的加成 但經濟上有點跟不太上了 如果這一坨 中頭沒有辦法解掉日本武士 被拿下就完蛋了 日本武士拆掉一台 第二台也可以拿下 第三台也有機會 哇 沒了 他這時候才發現後面有日本武士從後面 繞背 收掉了四台中頭 完全打不贏日本武士了 現在這個狀況到處都日本武士在亂敲 這邊mini Chester直接打出了 GG 日本人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啊 這個就是神風特攻隊嗎 到處亂竄 也不管有沒有城堡跟劍塔 就吃衝就對了 尤其是從後面這一波 繞幹 繞到後面 然後直接拆掉這台四台中頭 相當關鍵 讓賽爾特人 完全沒有辦法抵抗 日本人這邊的進攻 那我覺得這也是日本 這邊 氣還氣的蠻果斷的 並沒有再花更多資源去搶海 然後反而是專心轉出5TC 慢慢農上去 然後轉出更多日本武士 還有這個大型劍塔 開始在控圖 各個方面來說 這場確實打得非常漂亮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應該是由日本人這邊贏下非常多的勝利 但木頭來說的話 賽爾特人有天生加成的關係 木頭的獲取量還是會比較多一點的 肉類輸了大概5000有點慘 黃金也大概5000 四頭大概1000而已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幫忙下 Brandon 訂閱 感谢观看